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我们这一期视频就是拆解这一个 酷黛科海外版的一个20号充电宝 这个充电宝的话 上一期测试视频出来以后 很多朋友让我尽快的猜 就是想看看内部的电信 跟国内版的有什么不一样 每天都有好多粉丝在私信我 我实在是奥不过来了 提前把这一个猜了吧 这个是插队来猜的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把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我们话不多说 拆解这个酷黛科海外版的20号充电宝 了了你们的心愿 也了了我的一个心愿吧 拆解这个充电宝 我们都是把这个电全部都放完了的 以免拆解的时候发生了意外 拆解这些带电池的充电宝是非常危险的 请大家不要模仿我们 这个充电宝扁平的构造 接缝的话两头都有 我们用撬棒的话 沿着这个边上把它撬开看一下 大家看看这个按扣 它不仅扣得紧 而且这个按扣上面还打了胶的 非常非常的难拆 费了九流二虎之力啊 终于把这个盖子撬出来了 每一颗电池上面全部都打了硅胶 非常非常的难撬 我这个手都撬酸了 这里还有一张这么厚的散热硅脂贴 用来给主板散热 电池的夹缝这里有一颗NTC的热敏电阻 然后这三颗螺丝 我们把它卸掉 这一片主板是通过排针 扣在底部的那个主板上面的 我们用撬棒把它撬出来 这是上面的这一块主板散热硅脂贴 这里还有一块 我发现这个硅脂贴上面有一颗电子元件 被咱们的撬棒给撬下来的 两个三级款还有一颗电容 被撬棒直接给撬掉了 电池通过裂带连接到主板上面 包括这个电压采集线 也是通过这种裂片点焊连接的 上盖是通过卡扣卡在上面的 我们拿出这个上盖 把这些裂片全部都取掉 卸下这一块主板 这是我们取下来的充电宝的主板 两片主板都是Air的形态 通过排针叠合在一起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充电宝的主板和它的电子模组 然后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内部的电路及元器件使用的情况 这个库代科紫米20号海外版充电宝拆解下来 主板电路架构的设计还是一如既往的库代科风格 经常看咱们拆解的朋友一眼就看出来了 整个充电宝内部的做工非常紧凑 空间利用率是非常高的 还有就是这两根线材 短的是CC的非标准线材 而这一根A转C的线材就是非主流的线材 说白了 这就是一根小米家的原装充电线 这两根线材这期视频咱们就不拆解它了 我现在就是从充电宝的电池端到直流的输出端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海外版的库代科紫米20号充电宝 首先就是这个充电宝的电池组 采用的是五颗21700的电芯串联连接 电池上面有INR21700-50G的私印字样 厂家来自成立于1970年 一家在锂电池领域 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强大的技术实力的公司 三星的SDI 型号的话就是50G 最大容量4900毫安 五颗串联 总容量的话等效就是24500毫安 根据官方的规格书 可以看到这颗电芯参数还是很不错的 最大的充电电流4.9A 最大的放电电流9.8A 最大顺时的放电电流它有14.7A 大家觉得这款电芯如何 充电帽电池组的保护电路 被放置在了底部这一块主板的这一个区域 这一颗理电池保护芯片 4E型号CW1274 来自成立于2009年 一家主要研发销售电池安全芯片 计量芯片和充电管理及其他芯片的公司 东莞的赛威电子 这是一款高集成度4-7串锂离子电池 或锂聚合物电池的保护芯片 芯片可以为电池组提供 过充过放 充放电过流 断线 充放电过温保护 以及电芯的电压均衡功能 并且支持芯片的连机使用 保护电路的背面这一排 就是均衡功能需要的元器件 可惜没有焊接 这个均衡功能的话 也就是没有启用 这一根就是用来启用过温保护的 NTC热冰电阻 两颗电池保护MOS开关管 4E型号6354 来自成立于2000年 一家专门从事电源类集成电路设计 和生产的高科技公司 美国的AOS万代半导体 这两个MOS的规格是 最大漏级电流83A 耐压30V内部导组3.3毫 两颗R2005贴片电阻 用于五串电子组的输入输出电流取样检测 这里还有一颗SIN-L的贴片保险 用于充电宝的过压过流保护 充电宝内部有两颗MCU芯片 需要供电 这一部分电路就是MCU的供电电路 这两颗六角芯片是DCDC降压芯片 它们的4E型号都是LUGCA 实际型号SY8301 来自成立于2000年 致力于高功率密度高效电源芯片研发销售的公司 美国CD捷半导体 这是一颗7.4至40V输入 5V输出的高效率输入同步降压稳压器芯片 同时这两颗就是配合DCDC芯片使用的两颗降压电感 大的电感是15V亨 这一颗是给主控MCU芯片供电的 这一路则是跟C2口的协议MCU芯片供电的 降压电路的背面 这里还有一颗五角芯片 4E型号SA5RF 实际型号SGM8709 来自成立于2007年 一家专注于高性能高品质 模拟集成电路研发销售的公司 北京盛邦威电子 这是一颗电流比较气芯片 主要用于监测MCU供电的电压 防止MCU因电压异常而损坏 确保系统的稳定运行 这里还有一颗私印ENGI的复位芯片 厂家的话没有查到 芯片的作用是通过 确定的电压阀值启动复位操作 排除瞬间干扰的影响 防止电源启动和关闭期间 MCU的误操作 保证内部电路的安全 这一颗就是充电宝的主控MCU芯片 4E型号F031K8U6 来自成立于2003年一家集 感知计算控制电源连接 以及AI技术平台为一体的集成电路公司 深圳星海科技 这是一颗搭载高性能32V ARM M0内核 内嵌高达64KB Flash和8KB SRAM 最高工作频率48兆赫斯的 微处理器MCU芯片 芯片的工作电压范围2至5.5V 提供一系列电源工作模式 以满足不同的低功耗应用 凭借出色的性能可以适用于多种应用 MCU下面这一颗芯片 4E型号2017BA 跟前面电池保护芯片一样 来自东莞的赛威电子 这是一款小尺寸 无需减流电阻的 锂电池电量计量芯片 芯片持续监测电池在充电 放电状态下的电压 运行专利FastK里电量计算法 结合电池建模信息 可准确计算电池的剩余电量 适用于包括 鲤蒙 鲤菇和聚合物等 多种类型的鲤电池应用 充电宝显示电量用的 三位数码管 这一颗则是充电宝的功能按键 这一个海外版的 库台科紫米20号充电宝 三个充电口分别对应着 三路独立的升降压电路 其中双向大功率的C1口 和单向大功率的A口 它的升降压电路几乎是一样的 C2口则是一路独立的 小功率双向升降压电路 大功率的双向C1口 和单向A口升降压电路的 电流输入输出滤波 采用的是片式堆积 MLCC陶瓷电容 两路各使用8颗 正面有4颗 背面同样的各有4颗 电池端的电流采样电阻 大功率的双向C1口 采用的是R2005 大功率的单向A口采用的是 两颗R010 两路升降压电路用的 升降压电感器 都是采用的2.2VH的合金电感 大功率双向C1口 和单向A口升降压电路的 升降压同步NMOS开关管 都是采用的4颗NMOS 组成全桥的拓波电路 实现高效的输入和输出 双向功率流动 8颗NMOS开关管 它们的四应型号都是6354 跟电池保护开关管 一样来自美国的AOS万代半导体 规格的话肯定也是一模一样的 大功率双向C1口 和单向A口 升降压电路的 两颗升降压控制芯片 它们的4E型号都是SC8815 来自成立于2015年 国内领先的模拟和嵌入式芯片 设计企业之一的 上海蓝芯半导体 这是一颗支持双向冲方电 带LC控制接口的 升降压控制机芯片 支持最高40V的输入和输出电压范围 提供完整的充电循环管理 通过IRC接口 可以很方便的设置充电电流 充电电压 及其他等等参数 内部集成10比特ADC 提供各种完善的保护功能 从而保证了各种异常情况下的安全 这一颗芯片是 大功率双向C1口的USB协议芯片 这一颗芯片则是 单向A口USB协议芯片 两颗USB协议芯片 它们的私印型号都是6606B 来自成立于2010年 一家专注于移动智能终端 领域芯片研发和销售的企业 深圳天德玉科技 这是一颗通过了USBIF协会 PD3.0认证的高性能USB协议芯片 除了支持PD3.0 100W快充之外 还可以支持很多丰富主流的充电协议 兼容性很强 可用于PD快充充电器 快充车充等等产品中 两路深圳压电路另外一端的电流采样电阻 C1口是用的R010贴片电阻 A口则是用的R008贴片电阻 大功率双向C1口和单向A口深圳压电路 另外一端的输入输出滤波电容 采用的是固态电容 加MLCC电容组合进行滤波 两路使用的贴片固态电容 来自1980年一家老牌电容器厂家 台湾的风冰电子 规格是100V法 耐压25V 属于风冰电子PM系列 小型化高温波电流 长寿命固态电容 其中C1口采用的是一颗固态电容 加12颗MLCC 这里有4颗 背面这里有8颗 A口则是采用的2颗固态电容 加背面5颗MLCC 大控率双向C1口和单向A口 生加电路的多重保护机制电路 采用的是4应511的放电电阻 一共3颗 这里有一颗 这里有一颗 然后这里还有一颗 再加上4应3407的MOS管 组成多重保护机制电路 放电电阻防止电芯的过度放电 MOS管用于电流开关和过流保护 多重保护机制电路 这里还有一颗芯片 4应9A2NV 实际型号TP181 来自成立于2012年 一家由美国硅谷 著名VC投资的半导体公司 苏州斯瑞普微电子 这是一颗高精度 零飘移双向电流监测放大器芯片 芯片适时监测双向输入输出电流 并反馈信号给主控MCU芯片 进而提高充电宝高功率使用的 可靠性和安全性 双向CE口的输入输出 VBUS开关管 4应型号7534 厂家跟前面一样来自美国的万代半导体 这两颗NMOS的规格是 最大漏极电流30安 赖亚30伏内部导组5毫欧 两颗MOS管串联使用 控制输入和输出的电流 单向EC口的输出VBUS开关管 也是用了两颗 4应型号8104 来自成立于1975年 全球十大半导体供应商之一的 日本东兹半导体 这个NMOS的规格是 最大漏极电流20安 赖亚30伏内部的导组6.8毫欧 两颗串联降低导通电阻 减小MOS管的发热 双向C3口深降压电路的电池端 输入输出滤波电容 采用的是MLCC贴边电容三颗 这边有两颗 背面这里还有一颗 C3口深降压电路的电池端 电流采样电阻 采用的是一颗R005的贴边电阻 双向C3口深降压电路 深降压电感 采用的是4.7V亨的合金电感 双向C3口深降压电路的 同步深降压NMOS开关管 一样是采用的 四颗NMOS组成全桥拓步电路 四颗NMOS的型号 全部都是7534 跟C1口输出VBUS开关管一样的 来自美国的AOS万代半导体 规格的话也是一模一样的 这一颗就是控制 C3口深降压电路的 深降压控制器芯片 用的也是上海蓝星半导体的 SC8815 C3口深降压电路的USB协议芯片 适应型号94B458LUN 来自成立于2006年从海力士半导体 单片机方面分离重组出来的一家公司 韩国ABOV现代单片机 这是一颗类自8051 微控制器的协议芯片 它包括增强型通用快速充电IP 支持USB PD3.0 PPS快充协议和可编程的内部协议设定 在这里这个芯片被设定成最高45瓦的双向充电功率 双向C3口深降压电路另外一端的输入输出滤波 采用的是MLCC贴片电容 一共用了10颗 这边有6颗 主板的正面还有4颗 这个C3口虽然是45瓦的功率 一样的也是设置了多重保护机制的电路 这里有一颗4应511的放电电阻 3407的MOS管被放置来了这一面 这颗R2010则是C3口的电流采样电阻 C3口的输出VBUS开关管 4E型号也是用的7534 跟前面一样来自美国的万代半脑底 规格也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充电宝的两个C口都设置有ESD防静电二级管 这个是C3口 这个是C1口 A口这里一样的有防静电二级管 用于充电宝的静电防护 确保内部芯片的安全 这是充电宝的三个USB连接器 两个Type-C口 大功率的内部舌片为蓝色 小功率内部舌片为黑色 USB A口内部舌片用的黑色 整体的做工细节 还是一如既往的库代科的风格 非常的不错 其中A口上面有一个米字的钢印 证明这一个A口 它是米家的一个定制的充电口 充电宝的盖体上面 有PC加ABS主软材料的标识 充电宝壳体的框架上面 一样有ABS加PC主软材料的标识 电池框架上面 PC加ABS主软材料的标识 一样的有PC加ABS主软材料的标识 每颗电芯上面 都有欧盟CE认证的标识 这个库代科紫米海外版的 20号充电宝 拆解下来 内部用料一如既往的 非常不错 全部都是国际大厂 或者国内一线的品牌 21700的电芯 确实是用的三星50G 这款电芯在电子爱好者圈子里面 有着很不错的口碑 至于以前老款的 紫米JMI20号 是什么配置 咱们没有猜解过 我也不清楚 还有就是国内这个20号 用的是 一维里能的21700电芯 因为在国内版销售的话 必须要有3C认证的电芯 才可以拿到3C认证的证书 这个是海外版的 用了三星的 欧盟认证的电芯 所以说在国内的话肯定要改 但是国内版的电路的话 跟这个方案是一模一样的 主板电路架构 还是裤呆科一贯使用的方案 很成熟 很稳定的20号电轮柱 延续下来的方案设计 可靠性 安全性 都是经过市场考验的 有这个充电宝购买需求的老铁 咱们视频下方有链接 喜欢我视频的 喜欢咱们这个频道的 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 别忘了走起来 还没有关注的新朋友 点点关注 点点订阅 你们的支持和鼓励 就是我的动力源泉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